事件道歉的同时呢 李永波还承诺 他是不会逃避责任的 该负的责任一定会负 他说队员不容易 教练不容易 工作人员不容易 谁都不容易 骂人的也不容易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把比赛打好 谢谢大家 该负的责任我一定负 这是他的缘故